历来美国第一夫人在总统就职典礼上的礼服都会被收藏在美国历史博物馆里 可想而知美国第一夫人的装扮向来都是社会的流行指标 1月20号梅兰妮身穿粉蓝色套装出席特朗普的就职典礼 随即抓住了媒体的焦点 梅兰妮里面穿着优雅的喀什米尔羊毛羊装 外搭铜色圆粒零短外套 这个出自于美国著名设计师雷夫罗伦的套装深受好评 甚至有网友拿梅兰妮的品味和已故第一夫人贾奎林肯尼迪相提并论 梅兰妮其实看起来很浪费 她看起来像电脑装扮作 但在柔软的方式 特别是那美丽粉蓝色 配合她的衣服和衣服 有些人不喜欢 但实际上是非常有风格 这是一个非常敌人的选择 我们必须要留意 梅兰妮里面穿着优雅的衣服 会继续在紫兰兰 所以这必须要是一件事 立刻的处理 美国时尚界认为 浅蓝色单衣颜色的简单严肃风格 以及盘起一头长发 梅兰妮重现了贾奎林当年的风采 而且46岁的梅兰妮更加成熟稳重 显得更有架势和自信 而早在几年前 梅兰妮曾经说过 想要成为一个传统的第一夫人 如同贾奎林一样 相较于欧洲设计师 雷夫罗伦坚持强烈的美国风格 剪裁流利 线条简单 雷夫罗伦过后也发表声明指出 总统就职里是美国向全世界展现最好一面的时刻 因此在此刻鼓励和欢庆经典美式风格 对他们非常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 希拉里这一次也是穿着雷夫罗伦的设计官吏 雷夫罗伦同时为两党重要人物制装 显示出服装超越了党派之分 美国时尚界指出 第一夫人在就职舞会的晚礼服 既要带出勇气 也要扫除忧虑 历届舞会中 传统上会以第一夫人当天的衣着风格 为往后四年的总统施政定调 意味着梅兰妮无论穿什么牌子的衣服 都要呼应特朗普的政策方针 至于众所瞩目的总统就职晚宴上 梅兰妮则是穿着由她和设计师皮耶 共同设计的简约路肩白礼服 和特朗普跳了第一支舞 NP7综合报道